透过艺术家的想象与实验,提出更有主体性的身体意想。 想象的身体边界,由拥有生命科学背景的策展人孙以珍策划, 邀集五位来自日本、智利、中国和台湾等地的跨领域艺术创作者, 提出不同于科学学科脉络所建构的知识系统, 透过艺术家的实验与想象,提出相较于日常经验外, 更具有主体性与身体感的身体意想。 艺术家长谷川爱,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研究室成员, 作品《我要生海豚》,提出人类女性可以怀胎生出即将要灭绝的海洋生物。 随着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,人类开始可以从生殖行为打破物种间的界限。 艺术家林佩颖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,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, 作品《天花正后群》使用复合媒材。 假想在2030年,科学家拆解了天花的病争及毒性, 天花将成为美丽与健康的象征, 赋予天花全新的当代意义。 《安娜恰县》是智力艺术家克劳惊奇的作品, 这是一件持续发展中的计划, 艺术家企图重新书写一部女性妇科史。 法界新闻记者莱怡荣台北采访报道。